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展示希拉莉給我的一封信 這封信不是說大家一樣 而是寫著叫我 說我看了你的文章 我怎樣怎樣 我當時在華盛頓後發了文章 所以希拉莉寫給我本人的信 所以你知道我這有關係 我對她本人惡誤的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 她就是罪犯 我就這樣說了 我先說她本人沒有惡意 但是做了這樣的事情 是對美國人對美國的歷史犯罪的 所以她這次的證據確鑿 沒有懷疑的程度 但是這樣說 這件事做得這麼差 引致我們想像以前 她在利利比亞美國領事館 那幾件事和她那些事 分分鐘 機會大很多的 原本大家都不想相信 哎呀 總統夫人 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現在這件事證明了她以前的事的嫌疑相當大 包括那個律師 在白宮死了 自殺的那個律師 Wincent Foster 是啊 所以變成現在的懷疑全部要養開來看了 不是說她有罪 但是應該值得懷疑 因為你既然可以做到這件事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做到 下得到手 這個是 所以這件事情 今天只是講到最初 跟著下去 我們跟著事件發展 我們一直跟大家報告 還順便講一句 本來拜登政府就說了 今天俄國打烏克蘭的 昨天俄國前進兵的 所以這個打烏克蘭的事情 就是明顯他們面對這麼多醜聞的時候 用來轉移事件的 是啊 又是這個Solomon 又是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又是整個Solomon這樣出來的 又是找俄羅斯來做藉口 我通俄門又找俄羅斯來做藉口 又不找他來做壞人 這次又找俄羅斯來做壞人 這個MO就是Solomon的MO 這個人很有問題 整件事我們看出他 根本在這裡演戲 人家都沒有說要打你 他在這裡搞得好像真的要打 希望民望可以升高一點 這個Solomon在這裡做 而且還串通所有的媒體 幫他一起做 這件事情才沒有 你自己做還自己做 跟著整個媒體 現在整個媒體都不知道怎麼交代 挺有意思的一個細節就是 前天烏克蘭總統 Solomon在這裡說 拜登說了他們16號要打烏克蘭 結果你知不知道美國媒體的 這支左翼媒體的標題說 Solomon說烏克蘭總統說 拜登16號 不是 說烏克蘭總統說 俄國16號要打烏克蘭 加和 加和 當是他講的 整件事我看到了 烏克蘭總統說得很清楚 是美國說的 我就聽他這樣說 接著媒體就說是他說的 是啊 所以那個總統是演員出身 他在講一句說笑的說的 不當是一回事的說的 結果美國的通能標題 美國左翼報紙是這樣的 這個已經是超出了 媒體犯錯誤的範疇 這個媒體就簡直是同謀 村謀 真的是村謀 村謀不是 村謀簡直是犯法 村謀講大話 這個媒體犯錯誤到美國人民 誤到整個國家 接著我都告訴你 唯一我老祖 他為什麼漏了出來呢 國務院那個發言人 那個人挺老實的 國務院那個發言人 不是不是 國務院 Defense 國防部那個發言人 很老實的 他們很老實的 那他就漏了出來 Kirby Kirby 是 那個愛爾拉人 他就漏了出來 Admo Kirby 因為Kirby沒有什麼黨派的 Kirby那時候 在特朗普那時候是發言人 那些記者問他 你是不是收到什麼資料 那他就講不出來 他就開始扭你扭你了 那些資料根本是白宮叫他講的 根本沒見過這樣的事 完全沒見過這樣的事 哎呀 這次真的 我都沒見過那些 所以各位觀眾看到了 一個這樣的政府 可以制造多少傷害 對一個國家制造多少傷害 真的一不小心擦槍走火 然後將一打 原本根本沒見過的事 唯一就是 普丁想下一些壓力 是這麼多東西 趁著這個機會下一些壓力 那你直接搞到好像要打仗那樣 是 世界大戰都有可能 這些是火藥堂來的嘛 你火藥堂平平常擦枝火柴那種 哪有可以的 那就是你想一下那些戰爭 其實第一次第二次大戰都是 就是連著的戰爭來的嘛 那關鍵第一次大戰呢 起身怎麼起身呢 就是在塞爾維亞 有個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 一槍打死了奧地利大公 就是那個繼承人 王偉繼承人 跟著呢 所有這些國家 誰和誰聯盟呢 就全部一起捲下去 捲進去之後呢 那你就大戰了 兩千萬條命 所以這次呢就是 我是覺得普京這件事情 都是個聰明人來的 真是聰明人 就是撤軍 他直接公開撤軍 就不是認輸的撤軍 提早了 你如果不 這件事很容易的 就是下一步呢 他反而我分分鐘就知道 現在說什麼啊 拜登還派了幾次 三千人啊 有八千五人啊 這樣派下去啊 所以那就是製造 一分鐘製造 製造氣氛 很緊張的嘛 很容易的 你未必是他們兩邊 有第三者 不斷放兩個飛彈 就以為 我以為是你 你以為是我就來的了 很危險啊 這個局勢實際相當緊張 這個絕對是蘇利文做的事情 這個人很有問題 這個人很有問題 這個蘇利文 就是國家安全顧問 非常之有問題 我也是這麼說 我從來 你們大家聽了我這麼久 我從來不是和人 很少和人下定性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有什麼事 但是做得出這樣的事情來講 道德上第一是有大問題的 是 是不是呢 你就是任何一個政府 會掌握這麼多權力的 在全世界第一超級大國 在這個時候 面對戰爭 你永遠都是要 就是和平不到最後一秒鐘 你不能夠放棄和平 誰敢去挑起戰爭的 這個事情很混帳啊 真的很混帳啊 他抓了整班國會議員 告訴他 還說了16號 還說了什麼 東奧節還沒結束就要打架了 情緒故事做到這麼多樣 這樣都夠膽去做的 真是復服了 我告訴你 我們真是兒戲 我們以為這些國家大事 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原來在這裡玩東西 這樣都復服了 所以同時說回頭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第三件事情要說一下 就是這個加拿大 這個土豆竟然要宣佈緊急狀態啊 真的 就是他那些司機 那些卡車司機 4000個司機示威 那些司機那些卡車 那些 trucker 不肯打疫苗嘛 說有些人打了疫苗的 但是不肯被強制打疫苗 那我先說回稍微說一下疫苗的什麼 那我剛剛昨天得到消息 昨天超早就 就是原來美國之音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將我踢了出來之後 2017年 停止擊之後 就任命了一個新的中文道主任 一句中文都不懂得說 又沒去過中國什麼都不懂 叫Ernie Torino 他呢 昨天就知道他打了三針 之後得身灌死了 然後去生意 他們到老大了 救火隊 救火隊 救火隊